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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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在B点点掉A点 那Divergent的部分 你的Divergent 在一个Volumn里去求Divergent 那它就等于包围这个Volumn的 Service所有的Flux 把它加起来的结果 那再来Spark's Theory 我们要看一个物理 它的Curve的情况 那就是包围这个Service的 你把它投影 那这个是你的一个Curve 这三个都已经 你们都已经学过以后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首先我们来看 假设我们令我们的V是Gradient T OK 然后呢 A点跟V点是相等的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把它 用Gradient Theory 那我们会发现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的V是Gradient T 所以我会把它写成ABV.DL 对不对 然后我又告诉你说 说A点是跟V点一样 所以实际上因为A等于V 换句话说 你是V.DL 它是一个class 那而且它是等于0 因为A点跟V点一样 它有没有问题 Gradient Theory Gradient Theory 又告诉你 可是 我们从 Stock Sherry告诉我 这个 这个 是等于什么 V.DL 是等于 DF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知道 实际上 这一项 应该是它 而它 你再把V带进来 Curr Gradient T DOT DA 对Surface 这个东西是等于0 的 对 那 换句话说 你既然是对所谓的surface 你积分都是等于 那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所代表的就是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横等式 也就是 一个 scale function 你把规点取完以后 再刻 它一定等于 这是一个横等式 这是我们 可以看到的 第二个部分 我们说 一样的 我们利用 stock seal 那 我们 给一个 close loop 我们用一个 close surface 如果是 stock seal 对一个 close loop surface 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知道 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等于零 ok 所以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但是 大等于零的时候 你现在 你把这个结果 这一项 把它当成是一个 veta 那 其实你的 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 用divergent theory 来讲的话 它就是 这是divergent theory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 你现在用divergent theory 你知道 左边是 跟右边是 相等的 所以 你很自然的 你知道 这一个关系是 是很等于零的 那它很等于零的意思 就是 curve v the top 对 volume 那我只是说 我现在是用一个 closing surface的部分 那 换句话说 对这个closing surface 任何一个物理量 你先取cur 再取divergent 它永远 会等一点 所以 自然而然 我可以下一个定论 我 任何的 这个物理量 先取cur 再取divergent 它一定等于零 所以这两个东西 在之前 我们都讲过 OK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以后 如果你将来 碰到一个东西 它的 cur 等于零 一个物理量 A好了 它 c等于零 那这个A 它一定 是某一个 物理量的gradient 它可证可付 同样的 如果 一个物理量 它divergent是等于零 这个物理量呢 一定你可以把它写成 另外一个物理量 它的close 那你可能正 也可能不 这是我们在 以后你们都会碰到的 的一个结果 这个之前 我们也大概的 讲过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最明显的 我们说 对静电厂来讲 它 克一等于零 所以 一呢 是负的 gradient V V是potential OK 那这个等于零的时候呢 所代表的就是 Static Electric V OK 这是 我们可以看到的 然后 然后 Divergent V是等于零 这是我们高斯定理 对于这个 磁场的高斯定理 所以呢 V 我可以把它写成 克A 这之前我们也讲到了 这是 那这个 A呢 我们后来就定义成 叫做 Beta Potential 就是 这个 这是存量的 Potential 这个是向量的 Potential 所以你们以后你们都会碰到的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我们 从 刚刚到 从开学到现在 我们已经其实把向量的所有的运算 几乎就把它 大概告一个段落 那 这个告段落呢 你看到的全部通通是在 Cartition Coordinate 就是直角坐标系统 现在我们要把它应用到 区面坐标系统 最重要的 两个区面坐标系统 就是什么 连柱坐标系 跟球坐标系统 所以 刚刚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他就要说你 你接下来要学习的东西 只是把 之前 这两个礼拜所学的东西 全部转换成 这个 严重坐标系统 跟球坐标系统而已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